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州和松他的Channel 本来今天就有很多话题都想讲的 但是今天就爆出一宗非常之震惊的事件 我觉得有必要今天用这一集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我也有讲过关于保守党和工党的选举 在未来这六个礼拜里面竞争会非常之激烈 会有很多你想到想不到的事情都有机会发生的 那果然今天星期日通常星期日都是比较少新闻的 一般来说星期日做节目的话 糟了今天讲什么好呢 都要找多些资料各样东西 看看有什么值得跟大家去讨论 今天不用了 新伟成就自己走过来就送了一宗东西出来 要大家讨论的 今早一份 其实不是今早 昨晚松太林睡前已经传给我的了 但是昨晚就很晚了 凌晨的事份 今天就全部新闻都有讲 差不多头条的了 就是这个保守党就宣布 新伟成代表的保守党 我想我要强调这一点 是由新伟成把口出来的 他就说在他赢了大选之后 他就会决定推出一个 可不可以叫做强制征兵的计划 他是说mandatory的 是一个强制国家服务计划 mandatory national service plan 那么这个强制国家服务计划里面 就包含了一些 我们普罗大众都会认为 是等于强制征兵的一些细节 首先讲讲这个计划是怎样 话说今天的BBC新闻就买了 保守党在最近制定了航生的计划 如果这个保守党在7月4日赢出了大选 他们就会要求18岁的年轻人 参加某一种形式的国民服役的计划 这样讲的 那么这个计划又包含了什么内容呢 首先就是这个计划 他说他强调 他就不是一个强制的征兵制来的 但是他就法律将会要求 所有这18岁以上的人士 我不知道应该是18岁生日 就是那一年是18岁生日的 他们就要加入英国的英军里面 进行一段时间的训练 那么在他们年满18岁那一年 他们就要加入为期12个月的一个集体军训 又或者是为期一年的一个社区服务计划 那么这个社区服务计划呢 就将会在一些weekend那里进行 那么这个计划里面总共有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第一个就是军事训练 第二个就是一些社区的志愿服务 那么我们首先讲了军事训练先 根据BBC所报道的内容 他就是总共这个计划 是会招揽三万个年轻人的 而这三万个年轻人 他主要apply的一个placement 他叫做placement的位置 就是用来做些什么呢 就是找他里面最优秀的人才 可以在比如在logistic的运输方面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方面 procurement 采购方面 又或者是civil response operation 一些民事上面的回应呢 那都是会在这些这样的范畴里面 是找三万个 就是他们认为最优秀的 18岁年轻人 是就加入这个英国的军队的 当然他里面是会有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 但是根据BBC的报道 他说大部分18岁的这些参与的人士 都不会是真正加入他这个正规的军事训练的 所以他有几正规和里面有几多东西呢 暂时未必知道太多的细节 好了 如果你不希望直接进去军队 接受这个军事训练的话呢 那又怎样呢 就是一个community的volunteering 一个社区志愿的计划 这个社区志愿计划呢 也都是为期12个月 但是呢 就是每一个月里面 找一个星期的weekend出来做 就是可能星期六日这样 那总共 total就是25日而已 那这25日里面呢需要做些什么呢 就可能需要参与 譬如好像NHS啊 或者是消防局啊 又或者是ambulance 救护车啊 又或者是一些search and rescue 守救队啊 一些这类型这样的公共的公营机构 进去里面呢 就学习他们的运作啊 各样东西在里面受训这样 总共呢 就25日为期就一年的 那如果我两个人都不参加那怎样呢 对啦 那如果不参加 那又有些什么后果呢 虽然说呢 这个18岁年轻人去参加的这个国民服务计划呢 是有选择权给他 但是呢 你参不参与呢 就并非自愿的 国家是会立法去要求那些年轻人 18岁的年轻人 是随便两样东西里面 至少要选一样 那至于惩罚这方面的东西呢 就由James Cavalli呢 就是出来代为讲的 那他就说呢 没有人呢 是会因为不参加 就是如果我两个东西都不参加了 那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坐牢的 那当然啦 因为都不够位是吧 他们这样都要坐牢的话 那你很不得闲的了 不会坐牢这样会怎样 不会坐牢这样会怎样 你起多少个监狱都搞不定的 但是呢 拒绝参加的人呢 将会受到一些非刑事的惩罚 但是是什么叫做非刑事的惩罚呢 罚钱啊 是还没讲的 那我相信 喂 不坐牢 又不做community service 那 你是只有罚钱而已 还有什么呢 求婚 求婚我都没开车 又开车 又开车车人士都 我说你不参加就不让你开车 寄大过 寄大过 寄饱的啦 我都毕业了 喂 我不明白啊这一部分 就是什么叫做非刑事的惩罚 就是他没设计啦 他的计划是没设计好的根本就 那么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 截至到2021年为止 英国是有77万5千名18岁的年轻人的 那么如果以这个数字来当作 现在这个计划去作比较 大概70几万个18岁的年轻人 那应该是会大概每26个年轻人 就有一个会选择了这个军事训练 而其余的人都会是选择这个 资源的工作 volunteer的工作的 但是呢 目前就还没清楚究竟有几多人 会参与这个计划 有几多人是会选择资源啦 而且是最后有几多人真正会调进去这个军队里面 这些数字呢暂时来说都是未知之数来的 不过新卫城就讲到说这个计划呢 就将要需要用到2.5个billion pounds去进行 而是每年2.5个billion pounds 那我也都上网呢 是查了一些资料 2.5个billion pounds呢 就是你中文讲的就是等于25亿英镑啦 港子算呢 就大概250亿港元啦 那英国呢 在2324年的全国的国防开支每年呢 是去到这个54.2个billion的 就是等于542亿英镑 就是港子是5400多亿港元 差不多啦 那未来的2425年呢 就将会是提升到57.1个billion 就是大概571亿英镑左右 那这个提升呢 其实呢 只是里面呢 如果你减回数呢 57.1减54.2呢 是2.9个billion 是 而这个计划要用2.4个billion 那就是国防只是加了那 是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预算 这个国防开支增加的预算里面 就是增加了2.9个billion 是不是已经cover了他这2.4个billion的这个 复兵疫计划呢 还是不cover要额外再放钱下去呢 那是很不同的事来的喔 如果额外要再放钱下去 那些钱又在哪里呢 那些钱又在哪里呢 是吧 他就说呢 其中呢里面有1.7亿呢 我记得在另外一份报道说 1.7亿呢 就会是来自于加强HMRC 去捉任何违反这个负税的人士 就是可能逃税啊各样东西 就是那里拿回来的支付 ok 那我又真的有一个奇怪的问题 如果既然你在那里可以拿到这么多钱 为什么一早不拿呢 是啊 你执政了十几年 你都想不到的 是啊 没所谓了 有他淘宝去吧 我们反正有很多钱 NHS那不够钱小吗 没关事的 还有一些我们都没拿 现在不是我们没有 还没拿而已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那如果既然是有的 那些一早拿了呢 我不明白 不明白 第一部分我是不明白的地方 好了第二 就是呢 他说要加强HMRC 打击什么逃税 漏税 在里面拿的钱出来 cover其他用途呢 他不是第一次说的了 ok 我记得很肯定 我们在我们节目里面说过 他已经是想着用这些钱 来不知是减少这个NHS的医疗的压力 就是增加appointment 又或者是加强警察执法 各样东西 有很多 他已经想了很多东西 可以去花这一块钱的了 那究竟同一块钱 是可以花多少次的呢 可能那块钱真的很大块呢 他说里面只有1.7亿 他说拿1.7亿 我不知道 可能那块钱是很庞大的 那如果那块钱 又这么庞大 你一早很挖啊 是啊 你等什么 你等什么 你等到现在 竞选前一个月 你才跟我说 原来那块钱 你还没有去拿呢 那之前究竟你在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他应该要交代清楚 究竟这14年来 在这方面里面做过些什么 都存了很多 对啊 存了那一笔是给谁用的 那我们在质疑他这个计划之前呢 那说一说他 他究竟认为这个计划呢 是有什么好处呢 他是这样推销的 他呢 除了是在 对任所有的媒体里面 有宣布过这件事情之外 他还在TikTok里面呢 都拍了一条片 那就讲解他这个计划 那他说呢 这个计划呢 是可以帮助呢 现在的年轻人呢 是学习现实世界里面的技能 是做一些 一些事物呢 是会令到他有 对于这个社区 是增加个认同感 还有呢 亦都可以呢 是增加他们的自豪感的 亦都可以为英国呢 是作出一些贡献 那另外呢 亦都是呢 可以保障到一些 如果本身是已经没有工作 又没有上学 没有接受教育 又没有接受培训的年轻人 家里的债堂平均都不做那些 那就可以祝他们去进去做 从事一些军事训练啊 又或者一些community service呢 是重新令到他们可以是 投入回这个社会 另外呢 亦都可以减少这个失业 和犯罪的一些可能性的 另外呢 他也都强烈鼓励呢 那些年轻人 是选这个军事训练的option 因为他说呢 军事训练的option呢 是会有粮出的 而另外那个community service 那个计划呢 就没有粮出的 是纯粹自愿工作 那同时之间呢 如果你选军军事训练的计划呢 你也都有机会在里面 是发掘到你自己的兴趣 和长处 长远来说呢 还有机会是 给军队呢 是可能正式录用你 那你可以得到一个技能之外 亦都可以得到一份 是可以事业 是事业稳定的工作 这样讲 那这种这样的national service呢 在英国呢 不是没有出现过的 曾经呢 在1949年至1960年间呢 就是二次 刚刚打完仗 是刚刚打完仗之后呢 那英国呢 曾经是推行过 这个national service的 那当时呢 就需要英国 17至21岁的男性呢 必须要接受强制的军事训练 然后呢 在复兵役的 就是这个这样的复兵役计划里面呢 意味着呢 他们除了要接受 为期18个月的军事训练之外呢 他们也都要在军事训练完结之后 在这个预备役那里呢 是等待四年的 就是你接受完军事训练 我当你没有仗打 没有被征召 那你呢 都要留在waiting list那里四年 四年内如果 要征召你 要你入伍去做军人的话呢 你是必须要服从的 四年之后呢 你就可以自己选择了 OK 那当然啦 这个也都depend on 你的仗打成怎样啊 那个当时的局势 如果真的打到一个人都没有静的时间 那你也是要静的啦 你凡是懂得拿枪的 都要去抵抗的啦 就正如好像烏克兰对俄罗斯一样 那你任何人 只要他有接受过 或者他有轻微的这一样 军事训练常识 他都可能会被征召入 又或者他自愿去参加等等 那这个就视乎当时的形势啦 那但是曾经出现过 的这个national service 就是这样运作的 那我觉得呢 他这个计划呢 本身这个national service 又或者是服兵役 又或者甚至乎是强制服兵役的计划呢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啦 他们也是走了制度已经很多年啦 那问题就在于 他是突然之间 在选举前一个月 无诚诚推出来 是啊 而在再早前两个月呢 国防部呢 才有高级官员出来说过 英国呢 是没有任何想着强制服兵役的计划进行的 两个月前而已 你才有个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出来说过 公开说过一样这样的东西 两个月后你突然间是说 有了计划的喔 我们给Option1 OptionB A餐B餐你选择 讲完是要服役多久啊 从事些什么工作啊 什么年龄需要进入啊 他是差在未说如果我不做的话 我会违反了些什么法律 和会构成一个什么的惩罚 这些我最紧张最关心的 反而就没有说到的 所以是突然之间出现这一件事 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我先不讲他背后的原因 我留下之后再讲 第一件事想说 他要实行这个计划 那个困难度在哪里 他会遇到什么障碍呢 第一就是会不会强制性的去征兵 去服兵役 会是违反了我们那个 人民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呢 因为如果是没有违反的话呢 那其实 你可以第一批去招那些非法移民去先做 是不是 你不去招他们做 那因为违反人权 我为什么要逼他们去做这些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逼 你逼不逼他们 就逼我们去做这些 这个我觉得我解不通 首先你要来定了 自己人可以逼 别人人不可以逼 就是非法进来那些东西 就不能逼 本身在读书生活 你有贡献的那些 你就逼得的 就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欺得的就是欺 这个意思是吧 那这是我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就是 那你要去立法去通过这件事的 是的 就是他讲到明 他会有一条national act 是去立法 令到这件事变成一个法律 那你只是立法这个期 你告诉我 需要多久时间呢 就是不是说你今天说 明天可以做到 你苦心自问 你这条盧旺达计划 搞了多久呢 是吧 这条盧旺达计划是不用强制 我们去盧旺达的 那现在你那条是会强制 影响每一个家 有个18岁的年轻人的家 都会受到影响 是的 好 第三 我就跟你说简选的问题 这个才是最复杂的问题 你和别人那些本身 已经有这个法律 已经行之已久的国家是不同的 是的 因为别人是每到那个年纪 他就要进去复兵役了 是的 比如你看那些韩国那些 什么Big Bang啊 BTS BTS啊 那些全部都是要进去复兵役 几年出来之后 就没人气了 所以他们常常 迟迟都不想进去复兵役的 但是别人一路已经有几十年的制度 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一件事 但是英国是不习惯这一件事 我们现在生活着的一群人里面 没有人对他有凌智 不知道会怎样发生 因为此其一 第二 你怎样选择呢 现在你有那么多 以前二次大战以后 就只是选男性 那时候觉得是很合理的事 是吧 男性 那现在是不是只是男性呢 当然不是啦 那就不是啦 女性又要有份 是啊 好了 男性女性都要有份 那LGBT群体呢 那些 那些 不同pronants he啊 she啊 day啊 dam啊 it啊 喂 我想问 你英国的军队 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这些所有的 可以迎合那么多 对啊 迎合那么多不同的性别呢 有些认为自己是猫的 那那些你应该放它去哪一个部队那里参加训练呢 这个你 喂 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这个不是搞笑的 不是搞笑的 你要搞定你的军队里面的国寇 这个很重要的 好了 还有 有啦 那究竟哪一些18岁的年轻人才叫做一定要参加呢 那如果他不是拿着英国护照的 他是拿着Visa的 他是拿着其他的身份在那里的 那他们又需不需要参加呢 这个你又要厘清的 你什么呢 立法里面啊 是遇到几大的问题啊 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好了 那你实行这一件事 你一定有一年是开始的 我假设你是2026年开始 就是2026年刚刚满18岁的人呢 就要去復兵了 那如果是之前那一年才到18岁 比如19 那一年19岁的人 那他们是不是又不需要这样做呢 那你在那一年来说 喂 大佬 我和你差几个月而已 你19岁就不用我18岁就要 那那公平性在哪里 我想问 还有是不是1月1号开始的18岁 是啊 几月几日开始 算这一件事 为什么那一届的18岁就要立刻 要面对这一件事 还有是无神神给了他的 他突然之间会有一件事 他不做是会犯法的 而之前那一年那个是不会的 那这个在公平性来说 是完全不公平的 好了 再下来 入读大学的学生 18岁以上呢 就是应该是选A level啊 或者是读大... 应该是读大学的了 18岁 18岁大学第一年 那他们已经是读好书 考好的成绩 准备入大学 你突然之间 要强制他12个月去做这件事 那你是不是要他 defer他的学习呢 打乱了 打乱了他的学习呢 喂 就算他有weekend 25日要需要去做 那那个location在哪里 喂 读大学不是说 在我自己 譬如我在波明顿住 我就一定在波明顿那里读书 肯定不会 肯定不会 不是肯定的 大部分不会 大部分会选去一些 远一点的地方 离开爸妈 越远越好 总之你没见到我 我不见到你 有那么远 走那么远 通常我们小时候 都是这样的状态 那他怎样 每个星期 travel回来 特意去做义工 去做志愿工 在物理上 travel来说 根本都不可行 那你学校里面 也有很多其他 课外活动 很多social的东西 要参与 那你现在是不是 剥夺了他大学的生活 喂 我就算 当你的travel是可行的 我当你他是真的 physically可以做到这件事 但是人家是给钱读大学的嘛 给九千多磅一年读大学 甚至乎有些人 给overseas几十万读大学 为什么我不可以 去fullly去享受 和去利用 我在大学里面的资源和权利 而在这段时间 我突然间 要过来做这个community service 又或者人家那些weekend 是用来打工的 去赚钱 去帮补他学 没错 也都是有这个 也都是有这个可能性 他可能就是因为 没得去打工 那他就令到他生活 开支成了问题 对啊 他可能读不到书 喂 增加了 很大绝的社会问题出来 那还有一些可能 他不想读书的 想出来做placement 想着尽快投入社会 做学徒 做学徒 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 压力 那你无神神捉了他去做这件事 那他就变了 他就损失了他的工作机会 或者损失了他向上流动的机会 对啊 这个对于他来说很大打击 你需要明白 其他国家可能拥有 有了这件事已经几十年 他们是 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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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自愿性去招募这个军队的嘛 是啊 那自愿和不自愿 其实本身就有一个很大分别 就是我想和不想的状态 七十几万个年青人里面 你可以確保到有多少percentage的人 是想去从事这个行业呢 你会不会是将这些资源投放在 吸引更加多自愿去从军的人 去加入军队 是好过你 喂 我一定要你加入 你强迫我呢 强迫你 不是个个 那个兴趣啊 或者发展啊 技能都在那方面的嘛 你强迫了有一些 可能真的不适合群体生活的 不适合这些强道体能的训练啊 或者一些野外求生的技能啊 等等的人士进去的话 其实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一些 心理或者生理上面的创伤 而你是未必会知道 这个是会引发一些 延后的社会问题 因为我觉得你要 你要进行这个计划 你首先你是不是都要 咨询一下社会的意见呢 就是社会的主流意见都认为 是我们觉得 觉得你现在呢 就是那个危机比较多啦 就是可能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呢 也都比较严重啦 就是作为英国的市民呢 是有需要承担回这个责任啊等等啊 大家都有个共识是 我们是要捍卫自己的国家 要有个讨论啊 是 你都有个讨论出来的 而不是突然之间 在一个石头上爆出来 爆一件这样的事出来 是没有人有任何的心理准备 去接受这个这样的现实 你都要慢慢循序漸进 去疏导人民的情绪 而不是一声 就说你选我我就搞这一件事了 这样的嘛 还有呢 包装到整件事呢 就好像是为了你的年轻人着想 嗯 就希望你们得到更加多的技能啊 可以更加融入社会啊 多些机会啊 等等啊 从而之间 譬如在community service那里 你可以增加个人手啦 就令到多些人呢 在那些紧急的公营机构里面 更加可以多些服务社区的人士啦 但问题就在于 喂 他们是placement来的嘛 18岁placement 他是不想做的 而你硬逼他去做的 那还要他没有钱的啊 那你觉得他会不会做得好呢 第一件事 他就是 以一个18岁 你自己想起来 你自己18岁 被人逼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是 因为懲罰你 就是懲罰你去做一些社会服务令啊 是啊 游啊墙啊 是 他叫你去社区工作啊 塑啊地啊 有没有分别的 这是一个懲罰来的嘛 就是在社会的认知 觉得这些是一些懲罰来的 那对于一个被懲罰的人 他当然都已经是不情愿的啦 嗯 而且那个人是没有做错的事啊 他是没有做错的事 底下被懲罰 就变了18岁了 是变了18岁的懲罰 那你觉得他的服务质素会不会高呢 我觉得是很难会高的 而且你怎样去监管他们呢 还有 你怎样去train他们呢 当你要train一个不愿意去做那样东西的人 那个难度是非常之高 因为他学习的积极性是会大大降低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经济上的问题 每一年18岁 就是读完中学之后呢 都会有一大班人出来投身社会工作的嘛 是啊 那好了 这班人突然间被你抽了去做这个社区训练啊 也好 军事训练也好 什么都好 那你就突然间将社会上面一班新进的劳动力 突然间调走了 那社会上面就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劳动力真空的状态 那你怎样去填补这个劳动力的短缺呢 那难道你又输入外地的人进来 哦 就是我们在这里明明有个劳动力 你是拿去军事训练啊 community service 然后呢 所以就将这些机会呢 就让给其他外国要来英国赚钱的人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我 我是没有办法想得明白他那个逻辑啊 转不到啊 现在是 而且坦白说呢 就是今天在他 我看到他在TikTok里面的video啊 或者他对媒体所说的东西呢 里面给了一个很大的反感是什么呢 就是 他将整件事包装成为一件很健康啊 对年轻人很有益的事啊 不做你就笨啦 这样的感觉 嗯 但是实际上 其实会有个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现在 我们面对世界的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啊 国与国之间是很大机会可能有冲突啊 而你的国防呢 里面可能就是兵力不够啊 招人呢也都不是那么理想啊 所以是严重缺乏这个兵力 所以你才要在 身血里面找多些人进来 加入这个英国的军队 从而提高英国的国防能力啊 这个其实是 最终的目的和主要原因 否则你不用立法啦 如果你是一个那么健康 那么积极 那么美好的事件 你不立法 你不立法 我都认参加啦 为什么要立法 去逼别人去做这件事呢 还要有惩罚的啊 所以不用坐牢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惩罚 就是听那个人会觉得 大佬是什么 你会担心是什么惩罚的嘛 既然你的真正的原因是这样 为什么你不坦坦白白 就这么说这个原因出来呢 就是你明知道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就会没有人愿意参加呢 但是你既然已经 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的 何不 你坦白和我们说了它呢 现在你是 就是好像有一种是 哄了它进去 做了这件事之后 哇跟着 四年之后 如果真的几年之后要打仗的 原来这班 是预备役来的 他们都要打仗的 那你对他的心灵创伤的伤害 不是更大 坦白说 作为任何的父母 就是我们 包括我们啦 如果是这条法例 真是会通过的 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那将来我两个儿子 都有机会 是会被他征召进去 接受军事训练啊 或者community service等等 你问我作为父母 担不担心的 如果我告诉你 不担心的 都假的啦 就是作为父母 当然是不希望子女 会经历战争啦 包括自己 都不会希望经历啦 但是如果社会的局势 就是真的去到这一步啦 你真的要保家卫国 如果不是就要灭亡啦 这样的状态底下 那当然到时你的国民 就一定有相对的责任 是需要负翻啦 也有部分的国民 可能因而会要牺牲啦 但是这个是 别无他选的一个情况底下 大家都明白的 是一个道理来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你现在不是坦诚 对我们相告这件事 而是将它包装 成为一件美好的事 这一个位置 我是不能够接受的 就是如果你现在坦坦白白说 喂 是我们现在这样的 国防的力量呢 就是不喜欢应付将来的一些威胁啊 或者是入侵啊等等等等 我们必须要呢 是增强我们的国家的实力啊 所以呢 现在需要呢 是逐步去推行这些计划 我相信作为国民呢 都会表示理解 那一定是会有人牺牲的 但是当然没有人会想啦 大家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都是在和平时代生长的人 我们看过很多无数的战争的电影 都知道战争是有那么残酷的 有哪一个成年人 他们生出来的子女会希望 他是送他上战场那里呢 没有人会希望嘛 但问题你现在掩盖着 后面那个目的就是 将来不排除 有可能性 他们是要将他送上战场的 而送上战场这件事 被迫和自愿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分别 就是如果他是自愿去为国家做这件事的 他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啦 亦都是尊重他的决定 和个人意愿啦 那问题如果他不是自愿的情况下 而你突然间立了一条这样的法例 你又将他包装成为一件美好的事的话 那作为市民呢 就不是很接受啦 还有呢 现在呢 他没有讲明那个惩罚是些什么呢 估计呢 都是钱的啦 都是罚钱多啦 那是不是代表 如果你家里家境富裕 够钱的 给得起钱 我就可以买 是的 我就可以买他不用服 那这个公平性又在哪里呢 保家卫国是人人有责的 不是你穷人有钱人的分别 理论上 理论上呢 就应该有钱人还是穷人呢 都应该负起相同的责任的嘛 那但是你现在明显地呢 你这个不会去坐牢 但是有惩罚制度呢 就明显地应该是金钱 那如果是金钱的话 就是有钱人在这方面呢 就会占一个绝对的优势 不是说呢 就会融入社会 但是问题是呢 在年轻人与年轻人之间呢 他们会讨论的嘛 你不去服兵役 又不去community service 你呢 家里爸爸有钱 所以解决了 那你就逃兵了 那你在他的圈子里面 会不会被人标签了呢 会不会引起这些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社会的问题出来呢 就是有一班人被人标签了 哦他们是逃避 是谣底 怕事 所以呢就不敢参加 哦这班呢 就废财来的 会不会有个这样的对立面出现了呢 这个也是你现在这样公布的计划里面呢 是不能够预计的东西来的 我不知道大家怎样看啦 就是我以上的 纯粹是代表我和松太的 就是个人的一些观点啦 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哇你作为英国人 你当然要负回保家卫国的责任啦 那是的 我觉得是的 但问题是 我觉得你政府要坦白地和我们讲的原因 还有是要以循序漸进的方法 而不是一声在石头爆出来 还有你在这个选举前一个月 去做这件事 会不会离奇了一点点呢 就是你想我觉得 你不是因为选举而去讲这件事呢 就是找鬼信吗 是不是呢 还有就是我对于新卫城 为什么会公布这个计划呢 其实是有点疑惑的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会反对多个支持啦 就是年轻人就一定不会支持他的啦 而他在年轻人在这个 对于保守党的支持度呢 是处于极低水平 是极低的 就是说的是只有个位数字的人 是支持保守党的而已 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支持工党或者是其他党派的 而最支持这些计划的人 会是什么人呢 就是相对上年纪比较大的 因为你如果将大量的人 几十万人 投到NHS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工营机构里面 去一些紧急的服务里面 可以令到他们的服务舒缓的话 那最大受惠者是什么 就是上了年纪的人 换言之来讲呢 就是有一种是 他是想困住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的选票 那就是希望他们呢 因为多了服务了 投放了多些资源下去了 那就可以是令到他们支持保守党 那但问题是 就是好像在找一些年轻人的好处那样 你当然就是不用钱 就硬逼他们去做一些 你本身是没有资源去做的事情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但是呢 就是他在一个月之前 公布一样这样的事情 他是会很令到 就是想投票的人的意向是有所改变的 那他会不会其实是想揽炒呢 就是他想输得更加彻底 你想一下这个计划是一定要在大选之后 他才会出台的嘛 是啊 大选前他宣布完 喂那现在他输了 输得很厉害了 那输完之后他就洗手了 是啊 就等于我们之前讲的 其实他是 他像是想洗手 他像是想走 他不像是想赢那个选举 他只是在拖保守党的后腿 因为我们也看过另外一个视频 就是说保守党里面 是在密谋如何踢他走 就是等于我们讲的不要这只烂游 这只烂游再搞下去的话 是会整个 整个游戏 整部游戏机 是啊 和他一起揽炒 一起着火烧了 因为最近也有一些保守党里面 那些MP 流出来之间的群组的一些WhatsApp的信息 就说其实他们都不知道 7月会选举 然后很多人都觉得今次死了 今次就被他过了一栋 现在先斩后袖 大家都一定会输到怕街了 就感觉上是 其实他整个部署呢 就是准备自己要走了 要下台了 但是他除了是这样东西 他怎么样找一些东西去和工党扯开 就是他要向他自己的党里面交代 现在工党没有任何计划的 没有国防的计划的 那现在外面社会那么乱 就是国与国之间那么多冲突 你怎样解决这些东西 你怎样可以令到英国国防的实力提升 工党是没有这些计划的 我现在就很勇敢地抛出一个计划 所以大家如果是要支持我们英国 如果是需要提升国防实力的话 你就应该支持我了 那不是反对你这件事 我表示绝对认同 你要提升你的国防的实力 所以就可以面对将来有可能的威胁 是有什么需要的 但不是这样砰一声下来的 不是从天而降石头爆出来 这个才是个关键 你是要有一些沟通 要有一些循序漸进 慢慢滲出来 要经过讨论 大家找一个最合适的方法 这个不只是关乎你自己党里面的事 是全英国的所有人民 都要跟你一起承受的一个结果 那不是必须要知会一下我们呢 所以我自己是很怀疑新卫城本身的动机 究竟他是想帮保守党去赢大选 还是去破坏保守党在大选里面胜出的机会 那这个真的是留在大选之后才有订论 不过呢我个人觉得呢 其实他这个计划呢 就是说多个做的 因为他策略性地将他摆在大选之前说 无非都是要制造一些声音出来 哪个意思 是啦 否则的话他应该会滲下滲下 那时候好像我这样 make sense少少 好像他想抢个headline回来 保守党那裏 就不让工党任何news出去 是啦 即是他将自己那个党的声势 对啦 掩盖了其他的声音 无论他是好还是不好 总之我要是声音的主导 即是他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headline grabbing headline grabbing 但是我觉得在未来的选举六个星期里面 他可能会有一些更疯的一些计划 或者一些言论 会再继续出台 那我们即是 即管是去看一下他究竟有些什么 是会再公布的 那anyway啦 那今集我讲的内容差不多了 那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不妨呢 都可以comment section 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下小铃子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 下集再和大家见啦 拜拜